博客网站制作 那么什么是主题博客网站呢? 博客英语叫blog 它是用来描述记录事情的一个网站 博客往往是和网站的产品和其他的服务是综合在一起来使用的 单独的博客网站呢很少见 那么博客是一种需要经常更新的 不论是个人或者是公司的网站的内容 博客的范围无论是从个人商务还是政治 都可以专注于某一个专一的主题或者是某一个系列的科目 许多博客专注于特定的主题 比如说旅游体育美食健身通信产品等等 网络博客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公开化尽情的分享和释放的自我 那么博客的中文的翻译叫博客 在香港台湾地区他们称之为部落格 blog的作者呢经常称之为博主或者是博客主 博客网站就像是海水中的冰山一角一样 也就是说博客它像是和其他的社交媒体和微信公众号一样 它总是浮在水面上面的比较明显的 大家都能够很容易看到的东西 但是建立一个博客网站 往往还有很多你所不知道的埋在冰山以下的 并且这些部分呢是博客网站中非常重要的功能 也就是说你写博客 发博客 传播博客 分享自己的思想和博客 那么你的目的是什么呢 所以我们建立博客 它最终的目的是需要销售自己的服务和产品 因此呢 在冰山以下的部分 像是你网站的登录页 会员管理 电子邮箱系统 聊天窗口 购物车 微商城 自动回复系统等等 都是埋在你博客网站 冰山下面的部分 而这些部分的功能呢 对于你将来的销售 能否实现成功的销售是非常重要的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流程图 它是说明博客网站赚钱的原理 我们吸引外界流量的来源 你像是点击付费的广告 营销视频 电子邮件营销 你做的SU的优化 微信公众号 社交媒体 在中国社交媒体像是新浪 微博 今日头条等等 客座博客 或者是播客 那么这些外来的所有的信息的来源的流量的话呢 都汇催在博客网站中书里 然后到了博客网站中书呢 也就是说你外来的流量登陆了你的网站 那么你网站的话 首先登陆页就称之为网站登陆页 那么你网站产品的购物页面 博客页面 还有你这个网站的简介和你的联系方式等等 这是组成一个博客网站所必须的基本的要素 那么当你的外在的流量 读者登陆你的网站之后的话呢 他就会对于你的产品带来潜在的客户的查询 而这些查询呢 才是最终形成订单成交和你利人的来源 所以我们说大家花时间来去做博客 写博客 录制博客的视频音频 在很多的社交媒体上进行发布 而他的最终的目的呢 是为了销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这就是为什么说 你在别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微博 但是他不一定能够及时的帮助你转化成自己的销售 而你的服务的产品 比如说你是为了卖一个课程 卖一本书 或者是卖一个具体的需要物流的产品 那么怎么能够让访问对你的博客关注的用户 能够转化为最终的客户呢 这个时候呢 就是需要你去组建一个博客网站的原因了 所以大家外面有很多博客网站 他的赚钱的理论呢 他的原理呢 就是来自于这个流程图 下面我们就举一个博客网站的例子 向你说明一下博客网站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在说看这些网站的时候 首先是从网站的功能上来进行分析 博客网站呢 他首先有留言和互动的功能 第二博客网站的他后台 要有一个内容管理系统 也就是说 方便您到后台登录 去上传图片 视频 文字 然后再发布和管理你的博客页面 这个呢 就称之为内容管理系统 也就是称之为网站的后台 另外呢 你发了博客之后的话 你还要对你的博客进行分类 日期 标签 另外呢 网站呢 博客的内容还得要同步到 你其他的社交媒体当中 这样一个内容的聚合和输出的功能 当然博客你可以把一个链接 发给其他的读者 别人可以通过链接 来去阅读你博客的内容 博客的功能呢 他还有广告的功能 也就是说 在博客的公共的界面 你经常会看到一个一个的banner 那么呢 是想推广自己的广告 或者是推广别人的广告 当你的博客网站 做了很大的流量的时候的话 就会带来很多潜在的读者 而读者呢 就意味着潜在的商业的机会 所以呢 如果你把自己的博客网站做好的话 将来会带来一些广告的功能 还有呢 就是博客呢 还有具有屏蔽垃圾评论的功能 他的后台呢 还有一些摘要的功能 以及博客插件支持多媒体展示的功能 比如说 我们现在的多媒体的方式都很多 有音频 视频 那么这些多媒体的方式呢 都可以在博客的界面上进行展示的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示范一个博客网站吧 这个博客网站呢 是一个英文版的 首先呢 这是Gary的博客网站 我们通过他上面的导航栏 你会看到他做了一个podcast 也就是说 这是他的博客 另外呢 他有一个导航栏的blog 是他的博客 events 是他要进行的一些活动 contact 是他的联系方式 my story 这是博客主的自我的简历介绍 所以说 我们做了一个博客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内容 也就是说 我的故事 我的简介 是比较重要的 这是博客主自我宣传的一个渠道 联系方式 也是使得 你的用户和读者 潜在的转化成 将来的客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联系方式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登录的页面呢 是他的一个主页home page 那么主页过后的话 往往如果说 你看到的是国外的网站的话呢 它会链接的有视频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点击 看一下国外的网站的视频 你可以看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网站的 一个页面的展示 好 现在呢 你会看到 它有一个视频展示 我现在点击开 可能网数 非常好 那就说你非常个性化的一个表现 下面呢 我们再跳过这个视频 然后再来看看他的其他的一些界面 比如说他为了推广自己的博客的话呢 他这里叫podcast 是博客 他还会设计自己的音频 好 这是他的音频 那么您在这个页面的右手册 你还会看到 他跟许多的社交媒体进行联合 因此呢 他网站上的博客 可以转发到其他的一些渠道上 这样呢 能够提高他的时间和效率 现在我们点击 进入他的博客来看一下 现在呢 是他的blog 是他的博客 博客的话呢 一般的界面就是说很很醒目的一个图片 然后呢 博客的标题 博客呢 围绕着这篇博客的一个这个摘要 如果需要读的话呢 可以read more 可以去详情阅读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他的events 在这个网站中 events是他最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他的产品 他的利润的来源 比如说他定在2020年的1月17号的 Las Vegas 有一个演说会 那么我们再点击开他的演说会 你就会看到他直接影像到另外一个订购的页面 然后会说这个演说会的详情的介绍 主要的这个主讲人 以及这个演说会的地点时间和他的票价 如果说你需要的去参加这个演说 这个演讲会的话呢 可以通过网上点击提交来购买门票 这样呢就形成了他的一个 这个 这个产品的销售和转化了 好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中文网站 这边呢 是网中网的中文网站 我们先点击开 电子商务博客 那么网中网的中文网站呢 他是为了宣传和推广自己的 IET培训 网站建设 网站优化的推广 如何进行设计 写作和多媒体 那么围绕着这样一个网络的一个博客 我们是如何来进行展开的呢 我们首先看 点击开他的电子 这个网络博客之后的话呢 会read more 阅读 阅读详情的话呢 他会说这篇文章 外博文案写作的特点 然后呢 还会加上自己的视频 好 嗨 大家好 这个视频主要介绍 视频呢 另外呢 每一篇博客的话呢 他还允许他的主编 或者是客座博客 放上自己的头像 和简单的介绍 那么围绕着博客的话 我们说自己建一个博客网站 他和你用了别人的博客网站 去发博客 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 他的最大的不同就是说 相当于你有了一个根据地一样 比如说 你在自己的网站做了博客 那么你可以在豆瓣网上进行分享 如果你注册的有豆瓣网的用户名和密码的话 那么直接你不需要二次 再重新到豆瓣网上去发布 你直接做过的东西就可以通过转发和分享链接的形式 再比如说 你要是把自己的信息转发到微博上 那么你登录微博的账号 就进入微博的平台来进行转发 再比如说 如果你想把自己的这个博客或者是网站的产品信息转发分享到微信 那么你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进入自己微信的账号 然后就转发到微信的频道上 当然如果说你是来自 如果你是在国外的华人 或者是你的网站是针对国际市场的 那么国外的客户在看到你的中文博客或者是英文博客的时候 他可以点击Facebook 点击Facebook以后呢 你就应该如果说你有一个Facebook的一个账号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账号和密码登录 然后进入Facebook的页面 把你发布的博客的信息呢 转发到博客的平台上 这个Facebook的平台上 因此我们说呢 你拥有了一个博客的网站 就等于说打开了一个多渠道的一个通道 这样呢 可以使你分享到亚马逊博客 以及领音 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 甚至呢 还可以copy你的博客的链接 直接把它发布到你想放到的地方 下面呢 我们再来展示一下英文版的博客的页面吧 这是网中网的英文版的博客 我们现在呢 先点击ITBlog 点击ITBlog过后的话 你会看到这种博客 它会有网站不同的排版形式 首先呢 在博客页面的右手册 你会看到它有一个Blog Categories 也就是说博客的分类 那么呢 我们网中网英文版的博客 它分成为设计 市场 培训 翻译 网站建设 写作 下面我们就第一个 How to build multilingual website 如何建设一个多元版本的国际网站呢 那首先呢 这个博客页面显示的是这样一种排版的格式 那么你会看到它有文字部分 你还会看到它可以通过video 这一种多媒体的形式来进行展示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网站的 博客网站的那种功能 那除此之外的话呢 它还有writer profile 是谁写的这篇博客 谁录制的这个博客的视频 或者是博客 那么你还会看到你的联系方式 如果你是它的客座博客的话 另外呢 如果你像加入申请 介绍一下账展 网管 好的 我就把这个视频给关了 那么如果你想加入网中网的客座博客的话 你还可以填上一个表格 然后直接呢 进行申请的功能 好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介绍的博客的功能 现在呢 我们再继续回到网站功能架构的介绍上 那么一个成功的博客网站 最主要的 要你的目的是为了销售你的服务产品 所以呢 博客网站上应该具有购物车的商城的功能 那么在建造购物车商城的时候 首先要考虑到你博客的利润的来源 因此你的博客网站 它是以吸引流量 打广告来引力的模式呢 还是说你销售自己的咨询服务类的这种模式 或者说 你的博客网站是想要吸收会员 然后通过会员费的形式来进行盈利 或者呢 你的博客想聚集吸引到很多的流量 这样呢 是为了销售你的产品 你的产品或许是需要物流的一种产品 而不是一种技术支持的产品都可以 好了 所以我们在考虑搭建自己的博客网站的时候 不管你是个人传媒的工作者 或者说是一个企业的一个网站 产品的一个网站 那么呢 你在搭建博客网站的时候 在博客这一板块上呢 就得要考虑到你的盈利模式 博客功能架构呢 基本上我们是建议大家使用wordpress来开发的网站程序 因为wordpress 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全球80%的用户 都在使用的网站的建占程序 所以你的购物车商城 独立博客 小新门户网站 个人嘴页网站 或者是你做的外语的版本的网站 那么都可以在wordpress上面来实现 网站功能架构 第三呢就是内容管理系统 内容管理系统呢 使用wordpress呢 它非常的简单灵活 不需要懂代码技术 你就可以学好 另外呢 我们搭建的网站功能呢 它还要支持电脑端和手机端的自动屏幕的切换 这样可以更好的展示你个性化的品牌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通过手机屏的页面呢 来展示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网中网的网站 那么我们首先先看一下网中网的微信的公众号 那么微信公众号的话呢 我们打开网中网的网站 那么你就会看到在手机屏上显示的界面 那么刚才我们说博客分享 现在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网中网的博客 那首先呢 先打开 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电脑端和手机端的自动的切换 就是说 它同时呢 这个网站是支持手机屏的 如果你在电脑上看到的 这个文字呢 往往 就是说 比较适合电脑屏幕 那么在手机屏上呢 相应的来说 字呢 要变大 它的排版的话呢 要方便读者去阅读 所以这个功能呢 是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回复到它的菜单上 你会看到这个网中网的手机屏网站 其实呢 就是和你的博客网站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把博客网站呢 通过H5的标签 然后导入到你的微信公众号上 所以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电子商务博客 打开电子商务博客呢 你会发现第一篇文章 如何把握外博文案写作的特点 那么我们先来阅读的详情 那这篇博客呢 首先它的文字的部分 另外呢 博客呢 还有一个视频 视频呢 点击它是可以放的 另外博客的话呢 这个博客是谁写的 首先这个作者的简单的介绍和头像 另外呢 通过博客 你还会看到下面有很多 社交媒体的小的图标 你可以把你的博客呢 通过社交媒体来分享给 潜在的用户和读者群 或者进行转发的功能 这样呢 就使得你的博客呢 带来更多的流量 而最后的话呢 Leave a comment 是指你给你的博客呢 可以去写一个信息 这样的话呢 会就是说 别人呢 在你的博客上呢 进行留言 这个是取到一个 这种互相 这个作用 互相那个交流 和沟通的一个平台 所以呢 你的博客呢 不仅仅只是一个浏览的功能 同时呢 还有一个读者 和你进行互动的一个平台 好 下面呢 我们再回到 刚才的 网站功能架构说的 电脑端和手机屏 自动切换的 这样的一种功能 所以通过我这样一个 手机屏的展示呢 你应该能够理解 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现在 手机的用户 使用者越来越多 另外呢 网站功能呢 还得要具有 收缩引擎优化的功能 所以呢 现在建造的 博客网站的话呢 方便你将来进行推广 它 节省了你的时间和精力 提高了你的营销的效果 网站的后台 使用是灵活 并且还具有可伸展性 也就是说 随着你的业务的 不断的变化和进步 那么你将来呢 或许想改变你的 网站的主题风格 那么通过 wordpress 我们这种博客网站 是很容易进行 风格的改变的 或者说 你需要增加一些 新的功能 或者网站需要进行改版 那么原来的网站呢 都不需要进行作废 而只是局部性的进行改变 或者是整个版面的改变 都是可以的 另外呢 这种博客网站 它支持多用户 后台的管理 也就是说 你可以不同的用户 通过用户名和密码 设置一定的权限 然后它可以进行 网站的编辑 博客写作 是主要的撰稿人 还是客座的博客撰稿人 按照用户的级别 分别进入网站的后台 进行操作 那么如果想要建造一个 博客网站 我们应该如何把握 时间的计划和建设的步骤呢 首先要建设一个 博客网站的话 我们先要跟你谈一下 了解一下 您的市场定位是什么 你的客户是在哪里 你是做个人的客户呢 B2C的客户呢 还是说 你是做商业用户 公司的客户 所以你的客户定位不一样 因此你的博客网站的定位 就有所不同 我们跟你谈过以后 就进入第二步 进行网站架构的设计 相当于给你画一个网站地图 网站地图呢 能够使你定位 每个页面的内容 产品文案 以及每个模块 它的功能 还有呢 就是提供产品的设计的创意图 帮助用户通过网站架构图 来理解你将来的网站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就像是你要建一个大楼 首先你要有一个 大楼的设计的图纸 第三步骤呢 就是我们在确定 整合后台搭建 这个是我们网站的工程师 他要进行后台插件的安装和功能的调试 调试过后就准备上传服务器 第四步骤呢 我们要给客户 也就是网站的用户呢 学习培训 使用后台管理系统 这样的话 我们就进行网站的验收 进入到后续的服务的过程了 那么我们要建一个博客网站 到底要预算多少呢 这个网站的配置和价格 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有两种选择 如果说你没有服务器的 那么你可以选择 四千九百块钱的套餐 它是一个独立的域名 加上每年的服务器的连续费 如果说你已经有了 虚拟空间的服务器了 或者说你打算购买一个虚拟空间 那么你也可以申请一个独立的域名 这样的话呢 你自己来打理经营将来的网站 这个的费用呢 是六千九百六十块钱的 一个建占的预算费用 所以不论你是个人 初创阶段的虚拟公司 不论你的产品是需要物流的 或者是一种知识服务性的 虚拟产品 那么随着市场的变化 我们选择wordpress搭建的网站 这种博客网站 它可以为您带来更多的客户群体 并且呢 有限的一个投资 可以保证呢 将来稳定的一个网站的维护和管理使用 下面呢 我们再复述一下 如果要建造一个博客网站 你需要进行的一个成本的投入 首先呢 你需要去到一些域名注册公司 比如说像是阿里云 万网 你可以去花八十多块钱的费用 一年的费用就购买一个域名 然后呢 如果使用我们的服务器的话 我们提供的贷款是两G 和虚拟的服务器空间十个G 我们会给你提供免费的域名解析 另外服务器上传 还有提供网站备案的指导 如果说你选择的是年付续费的话呢 第二年的费用呢 是980块钱 另外呢 这样一个博客网站会建立一个博客网站地图 还有手机屏和电脑屏的自动切换 也就是响应式的一种网站 另外呢 网站会给你安装上安全证书 这个网站的设计呢 是十个页面的导航栏 还有主题和后台系统的更新升级 这种博客网站 它是支持微信公众号H5页面的接入 博客或者是视频多媒体的插件 博客后台的目录的分类 聊天窗口插件 还有第三方社交媒体分享的接口 就像我刚才给你展示的那个网站的样子 另外呢 这种博客网站的话 它支持电商购物车五个产品 它支持支付宝和信用卡的决算 另外呢 可以安装百度谷歌的统计后台工具 网站的备案份工具 网站优化的插件 客户管理系统 另外呢 博客网站客户可以进行评论和回顾的 那么你可以去管理客户的评论和回顾 如果说你想把自己的博客网站变成英文版的 或者是其他外语版本的 那么是需要有加示费的 如果说你不需要进行其他版本的博客的话呢 那你就只做单一版本的 那么就不需要有这个翻译的插件费用 所以你可以拥有一个独立域名的网站 并且你拥有这个网站域名的所有权 你还可以灵活的租用虚拟服务器空间 建造这样一个博客网站是需要20个工作日 后期维护呢 是可供选择的 如果说你以后你觉得我要专注于自己的博客 和商品的销售市场客户关系的维护 那么你可以把自己的后期维护呢 专给我们 这个是一个加收费的项目 是一年的1200块钱 如果说你需要对网站进行优化的话 这也是一个可选择的加收费的项目 它是每年呢2400块钱 所以建造博客网站是定金一半的费用 然后网站都确认好 验收的话呢 再支付50%的费用 好下面你已经决定要建造博客网站了 那么定制这样一个网站 需要准备哪些事情呢 首先明确一下你网站的定位和市场客户的目标 第二 购买一个域名 起一个跟你将来的市场销售和自己之身相匹配的一个名字 第三 选择和构思你的网站的版式和风格 按照我刚才给你的两个网站的名字域名 你可以点击进入详细的再了解一下 另外呢 还要和我们的网站设计师讨论一下将来你的网站优化的问题 准备好你现有的产品的图片 视频文案内容 还有公司的标志 另外呢 还要计划好你什么时间需要完成网站 你需要一个时间节点 这样的话呢 不仅仅只是计划 而且还要有行动 希望这个博客网站建设和设计呢 对于您的网站的建设或者是网站的改版会有所帮助 谢谢你的观看 如果你觉得他对你其他的朋友或者是公司的业务搭档都是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评转发和分享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关号通过手机 然后不停的我们有一些新的网站构思和设计的理念呢 会通过公众号来得到有益的知识和培训 或者是通过下面的微信二维码扫描 跟我们取得联系 这也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谢谢观看 再见